10月30日晚上CBA开始了一场焦点战 北京北控在客场挑战辽宁本纲 本场比赛兰多夫重新回到沈良面对旧主持的关注 同时已经四年拜的北京北控能否在客场拿下辽宁队 也是球迷们关注的焦点 尤其是他们外援的发挥 对于辽宁队来说新赛季虽然只输了一场比赛 但是在比赛中暴露出了开局慢热等问题 也是郭世强指导需要解决的 今天他们对手北京北控实力并不是很强 对于辽宁队来说是一个好事 上半场的比赛两队在每一节的状态都不同 辽宁队在首节发挥的更加出色 他们在进攻端也是彻底打开 8分 郭埃罗和他的军进攻都很高效 他们也很快就取得两位数的领先优质 北京北控虽然首节比赛发挥的不是很好 放手做得也不得位 不过带着15分的烈士进入进入的第二阶之后他们的双外人开始发力 杰克逊和兰多夫半场合赶38分 杰克逊还一度通过 把球半超了辽宁队 半场结束的时候 辽宁队61比61领先北京被控 下半场比赛开始 第三节初期随着 王征的布兰应重 他们将任差缩小到了三分 莫杰北控主要依赖超级小爱员杰克逊 他的急停三分也是相当敬严 许孟军的连去三个三分球带队反超比分 哈德森的三分和李小旭的战斧皮靠相当提气 之后辽宁队一举拉开了反差 最终辽宁队在主场139比122击败了北京北控 这场比赛中辽宁队的防守是一个大问题 面对北控之前拿下67班的外人和很熟悉辽宁的兰多夫 他们的防守做的确实不够好 同时当莫杰活手许孟军爆发之后 他们的防守也没有针对性 这点是不会让辽宁球迷感到满意的 在面对强队的时候防守是赢球的关键 每支球队都有超级万元 所以不能说每场比赛的防守都和这场比赛一样 对于郭世强来说也是希望好好进行调整 赛季才刚开始 还有时间